好 哈囉大家好 然後就是那個 我是這邊是負責珊瑚體檢的部分 然後呢 我覺得我們這組有非常大的進展 是我這兩年來唯一的 就是我兩年來想要 就是已經開啟很多次討論 第一次有進展的一次這樣子 就覺得非常不簡單 然後 一開始我提案的是 時候是講珊瑚體檢資料庫 但是其實我在要講成果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有點 就是那個題目是不一樣的了 我給就是那題目是 珊瑚體檢表達方案 因為第一件事就是 這個資料庫的到底有沒有 民眾到底需要知道 或許民眾根本不需要知道資料庫啊 就是比如說這邊記錄了疊於五支 這件事情沒有意義啊 對 所以反而是 資料庫代表意義 我們要怎麼表達到前端這樣子 好 然後先讓大家看看原始的數據 這是十年 十年來珊瑚體檢的原始數據 然後非常非常多非常多 然後我剛才有跟他們解釋 其實 這數據 今天是第一次史上拿出來 讓大家實際去跑資料 因為第一次我在黑客松提案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這個東西 然後甚至說這樣的數據是兩三年前 因為另外一個工程師在那個協會裡面 要求他們彙整才變成這樣 因為之前真的就是分成幾百個 不同的Excel sheet 然後所以就是 所以經過十年來 才終於產出像這樣的東西 然後終於又過兩年 才終於第一次有機會被拿出來 讓工程師試跑 可是我覺得今天 因為真的有實際的數據 所以大家其實跑出了比較多的想法 因為你可以拿數據實際去算 那包括我們在初心者課程當中 講到的怎麼運用資料 我們也拿來玩了一下這樣子 好 這是很多很多的數據 但是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就是 珊瑚覆蓋率要超過50%才叫健康 然後這一欄是硬珊瑚 這一欄是軟珊瑚 所以兩邊加起來如果超過0.5 就表示這個地方珊瑚是健康的 所以我們要怎麼在這裡面刪出這些東西 然後不好意思 因為我好像都沒有記得大家的名字 然後就有一位成員呢 他就幫大家跑出這樣 就用前面的那樣子寫了韓式 然後就可以變成這樣 就已經刪掉很多重複的資料 等等等等等等 就 欸你是剛才寫的嗎 你走走快就寫好了 我剛才往這邊走的時候還沒有後面 好 所以你看這10年來資料 我們只要拉這一串韓式 就可以幫專案人員解決哪邊健康和不健康 雖然我們剛才在寫的時候花了很多力氣 然後我們就說如果是麻瓜一定會覺得 直接算可能還比想這個韓式要怎麼寫快多了這樣子 好 所以第一個 終於有資料之下 你看我們就可以直接用韓式 把前面那一段不用一個一個算 直接用拉的就可以看出哪裡是健康還是不健康 然後就這兩欄 我們就可以直接找一個視覺化工具 比如說Excel去跑出來 那這樣子可能會直接呈現這邊是50%印珊瑚 這個到底什麼意思可能沒有人知道 所以這是第一個方案 好 然後還有其他的方案喔 好 然後這邊是一個跑出表格的方案 他就是 因為其實他做了很多年 然後可是用這個東西去跑了之後 就是2010到2015嘛對不對 對 然後去跑了很多年之後 就會發現其實這樣的數據 可能不適合用年份和地點去跑 是因為有些地方他只做過一次 就是比如說好綠島有好多個點 比如說好台北我們在南港在中山區都做了 但中山區只做過一次 所以他就變成他只有一個點 所以就是另外一個成員拿資料去跑之後發現 用時間軸去算可能不見得是一個適當的方式 因為太分散了看不出來這樣子 好 然後所以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 我跟他說 就是在珊瑚覆蓋上面 就是在底質就是海裡面 海底覆蓋什麼東西其實有很大相關 就是有沙的地方就不會長出珊瑚 因為珊瑚一定要在岩石或什麼上面 所以他就去算了那個珊瑚跟沙的 那基本上都是蠻看出來的確是沙多的地方 但是因為那是一條上面 如果沙多珊瑚自然就少 但是至少人家跑出來 就變成一個視覺的話跟人家呈現說 有沙多的話就不會有珊瑚 然後他其實又用這個去跑了別的東西 然後就發現每個地點的在年份上面 的確就是呈現滿就是兩邊是完全相反的狀況這樣子 所以就可能又加深的說 如果你今天在這邊有比較不好的水土開發的計畫 然後讓泥沙大量的沖進海裡 那這邊的珊瑚可能就很容易死掉 因為的確可以在數據上可以看得出來說 有沙多的地方就不會有珊瑚這類 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地圖的 地圖的在下面嗎 喔這裡這裡這裡 對然後就是另外一個成人有推薦一個 就是open source的framework 就是而且他按照他的格式已經把那個丟進去了 所以他剛才把一個CSV檔 對不對我真的沒有講錯 CSV檔丟進去之後呢就會有一個東西 就會直接跑出 因為這是他的電腦 好沒有 好對 所以他剛才有實際丟出來之後 就出現了一個綠島的 小琉球的 小琉球的那個圖 然後因為他是用每年去算 然後他就跑了一個海龜的 就是你可以按一個開始 然後就會跑海龜每年的紀錄 然後就會發現有幾年海龜有出現 又閃一下這樣子 好然後還有另外兩位那個 GDP香港成員就是幫我找了一些 國際上呈現 像這樣子生物數據上面可以怎麼呈現的方案 因為其實我們後來發現那個要點 可能就是在這些數據到底要怎麼讓你覺得 這邊發生什麼事 對對對 所以我就覺得哇 第一次就覺得突然很有 很有很有成果 就是已經多了很多方案 然後韓事也出來 所以我甚至就是可以直接回去跟專案人員 就是討論說之後怎麼讓他們快速的產出這樣的表格 因為原本的文章實在是看不懂 因為其中我就請他們看他們的文章 然後其中一個文章是說 這邊今年的珊瑚提檢發現藻類覆蓋的比較多 可能跟海島歷年來數量比較少有關 可是他們就想說那藻類多是好還是不好 海膽多是好還是不好 那我看到這句話我是應該要多吃一點海膽還是少吃一點海膽 就是有點看不懂到底這是什麼意思和action plan 我覺得這就是很多 我覺得可能是NGO或是學術單位有可能遇到的狀況 就是他們覺得他們講得很清楚很精確 但是其實對我們來說是沒有意義的文字 對 那我們所以我們今天提的其實比較多的是表達方案 那我們是希望說在他們原來要表達的部落格當中 就是幫他們做好一些既定的程式 就是讓他們每次只要填什麼東西 就可以生成比如說兩到三張圖展現這是什麼意思這樣子 好然後這個就是剛才的 對突然出現了有一年出現一個海龜 對對對 對因為這邊有就是紅色是0然後藍色是1 然後所以其實他就是直接拿剛才的那個資料庫的數據 就可以 對 但其實小要求蠻多的啦 所以有可能是因為我們一坨人下去 拉線的時候他已經被嚇跑了 對那所以你也可以用無脊椎來試 因為無脊椎他跑不遠 所以就是你在做的時候你還是可以看到他 就是因為那個貝殼可能還在跑 所以就是不太會被嚇跑這樣子 對 好 好還有剛才你們的那個圖有放在下面嗎 好 好 好 然後對這是那個我們在海下紀錄的時候用的圖件 那在水底下他們又問說怎麼紀錄 基本上就是在塑膠板上面用鉛筆寫 就是我們把整個表格印在塑膠板上面 然後用鉛筆直接寫 然後上來才能key in 因為我可能還想不出來有什麼水下key in的方式 可以寫 可以寫 對 二筆 要用二筆 HB不好寫 要用二筆寫 可以寫出來喔 所以你們下次如果想在水下跟人家玩猜猜看 你可以你知道 帶一個板子和二筆 在水下 對對 只能用鉛筆 其他的應該都寫不出來 對這就是在水下看到的 就是你要記錄的 就是如果你看到這種動物 這隻你就記 那如果沒有其他的物種 你不要理他 你不用去辯論 沒關係這樣 好 然後這是另外一位 那個成員就是他建議的表達方式 他意思是說 因為第一位就是他跑完之後發現 其實連續的年份 可能在某些數值上比較沒有音樂 有一個地方可能只做了一次這樣 然後所以他就是說 或許用大小去呈現 那個物種 而且他真的很可愛 他就是如果他面向左邊 表示他在減少 面向右邊表示他在增加 對 所以或許是 就是每十年或每一陣子 就是可以做一次這樣的顯示 然後就會看到那個海龜面向這邊 海龜面向那或什麼之類 就蝶魚 或者是不同的珊瑚 就是用另外一種思考模式去呈現 怎麼表達這個資料庫的數據 好 然後這也是一個 像這個就是 就是全球暖化的表 他就是每年把全球的溫度紀錄下來 然後其實他把 870年一直排到最近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整個地球 就是越來越紅 然後現在已經紅到了一個 不可思議的紅 這樣子 所以這也是一種表達方式 好 所以我們其實今天討論了很多不同的表達方案 而且應該是蠻多都可以再繼續發展 然後希望 今年已經做完珊瑚體檢了 希望明年的珊瑚體檢那個公告的 就是數據公告的時候 不會再像那個部落格文章一樣 就是不懂 就看不懂 好 感覺收穫真的很多 那我們下一位是Fly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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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Fly 剛才分享到做操的翅膀 我覺得特別有感覺 我是Fly 雖然沒有翅膀但是我很愛運動 剛才還更新了一下自己的那個 那個很活潑的Banner 我昨天參加一個即興的劇場的活動 然後大家就必須在結束之前合照一張 大家看出來這表情是什麼嗎 那個表情是這個 你發現你最親愛的女朋友男朋友 是你的表兄弟姊妹 然後大家就對這一段又特別有感 所以大家合照的時候就拍了這一張 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講那個就是結案 結案的這個連結它點下去 大家會覺得莫名其妙 是跟我今天講的東西有直接相關嗎 比如說我早上說我要做語音機器人 然後弄一弄 最後弄了一個類似網站的東西 好 沒錯 那其實今天我就歪到網站這邊來了 就是因為在都蘭的診所的醫師們呢 他們希望有一個這個叫做網頁去呈現他們的服務 所以呢我一樣就是用我那個剛剛下午兩點跟大家傳教的這個平台呢 很快就先拉出個樣子 那這個樣子呢是怎麼樣來的 是參考這個日本的一樣也是醫療法人這個網站 然後它有人員的介紹的這個頁面 大概是長這樣子 有圖片 有這個人的介紹 然後有這個人的專長 座右銘目標 跟一些可能是生活照片 然後拉出來的樣子變這樣子 在成員裡面呢你可以看到這個社群有兩個醫師 他們醫師 這個地方就有點太資料庫了 比較就是沒有那麼網頁的親切感 但是其實內容呢是可以去類似一樣 就是讓他們自己去維護 就是降低我們開發人員的負擔 其實這個平台就是共筆嘛 它已經不是網頁 它是共筆 所以呢開給醫生去共筆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們某些啦對科技上面不會太排斥 那就是很好的去讓他們維護自己的內容了 這次我即將就是跟他們提案說 欸你就用這個吧 好只是在Notion Notion其實還有一些功能啦 比如說你可以篩選你要的資料 好那這就是其實可以就預先建好 建好你要的那個篩選的資料 比如說我這個葉遷我就是 預設篩選是要醫師 那要怎麼做呢 就是類似我選職能 然後職能是醫師的 這樣的話這個葉遷呢 其實就是醫師的葉遷了 好就可以產生一些類似這樣子 很直覺的操作的功能 去建立你要的資料網頁 然後也不難維護 好那其實早上下午的時候 有跟大家就是講有一些模板嘛 其實這些模板就是從Notion來的 你可以很快的去套用 包括這個叫做Bread的東西 就是你可以跳到 跳到它上一層或是下一層的這個Bread 然後有一些可以管控自己事件流程的 這個代辦事項 還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其實還蠻有意思的 像是一個組織它有一些媒體資源 是其實還蠻適合放在網路上的 像是Logo啦 或者是它的一些理念啦 那你這時候都把它集中上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很明確的表達 你們這個組織要做的事情 那還有一些比較有趣的 像是比較少看到的 比如說公司內部的一些福利啦 放假政策 基本上這些通常不會公開在網路上 在華人文化 你們公司就是公司內部的事情 但是其實在歐美應該有一些公司 是會讓普羅大眾都知道你們家的服務的 所以以上就是Clones Notion的一些樣板 以及我把它做成在在醫療社群的一個網頁 謝謝大家 然後我們請最後一位江澤 好 大家好 今天我帶了一些玩具來 不過沒有人要玩那些NestCloud東西 那我想說好做一個比較簡單的東西 可能很多人都會用到 那最常見一個事情是 你有一堆資料 但是你只有一兩個字 或是一兩個概念你想要視覺化 那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這個東西我的Call其實就已經放到GPL3 然後放到這個Call Hand 那大家可以參考 那譬如說來講說 像我有一些朋友他是佛教徒 但是大家不要想說是宗教 因為你什麼樣的基督教 什麼伊斯蘭教的資料都可以有類似的情況 或者說在政治的場域上 譬如說 完蛋了 我好像做錯了什麼事情 譬如說傳統的方法 我們可能是用 欸 奇怪 Ctrl V 我剛剛把那個切上去 我剛剛有一個先附我 Ctrl V 把這個開一個新的那個 OK 好 那譬如說我舉個這個 這個例子是在某一些 這算比較罕見 但是對蠻多人有衝擊的 因為在台灣有很多人是佛教徒 然後呢 像這個 最早這個金剛經 這個佛經它是梵文寫的 然後當時在魏晉南北朝到唐朝 大概一共翻了七種 所以你往下翻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們有些 這個是中國大陸的一些學者 他們翻譯的 然後Page Down可能比較快一點 對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他們有 對 像這個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 紫紅色的是梵文 然後還有這個英文跟 還有三種 這邊它就放三種的那個 不同的翻譯 那其實它是同一段經文 是有差異的 那假如說是 只是音譯的話 只是字翻譯不同 但是意義是一樣的話 那其實OK的 但是問題是 是有些情況來講 是有差異的 我舉個例子來講 譬如說 回到我們的Core那邊 有個地方 這個地方 其實Copy這一段 對 像這個是 就是鳩羅摩石 它是 金剛金翻到 對 這個地方 然後 謝謝 對 就是這個地方 第三段 這個地方 後面 因如是柱 如是翔虎其心 這個是唐朝的 手操板 但是呢 以清朝當時來講 都是翻成 如因是柱 如是翔虎其心 這一個字的變動 對整個的意思 就會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呢 當然有些人就考慮 那其實我後來 發瘋啦 我就真的去念梵文 去讀梵文的語法 就發現 這樣子是對的 那我們這樣想說 這個金剛金 在佛經裡面 算是 字數還算少 那你要這麼多 在看一個字 其實對一個 假如你不是專 我們都不是那種佛學的專家 我們要去了解這個字 所以是非常非常困難 那譬如說你要去 譬如說 我們要去找 我們蔡英文總統的 這個 這個 什麼學歷 什麼東西 那我們想去做這件事 會比較好 所以呢 我們事實上 我們在生活中 有這個需求 所以我們看一下 所以我們在做了一個 視覺化的東西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Copan有這個東西 那基本上來講說 它是一個 我用那個D3的JS 它是一個JavaScript Language 但是它的最大功能是 做這個所謂 資料視覺化的方式 那這一邊呢 我其實來講說 就是做兩個弧線的路徑 然後呢 我把文字貼上去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所以我把路徑分開的話 我們可以把兩個 甚至你可以把多重的文字 就像我們剛看紙本 那紙本你很難翻 一段一段看 那這樣的話 我用電腦的方式 我可以把我要的東西 放在我要的位置 然後對齊用不同的顏色 然後甚至像剛剛 有一位 之前有一位分享者 他用什麼 boostrate 我已經忘掉了 某一個互動的語言 我們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這樣子的話 譬如說 我要zoom out 看全關的話 我可以把這東西說得很小 我只看那些紅的字 就是它不對應的字 或是虧虧的字 這樣子我們可以把互動的東西 放到這個幾千年的東西 讓少數 這對大人 可能是少數人 對他們非常重要 就是他們的精神的糧食 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去理解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說 這東西當然我們一開始 我不可能去cover所有的東西 但是因為我有一些朋友 是佛教徒 他們有這個需求 我就從這邊開始 那以這邊給各位做一個示範 如何用現在科技的力量 去幫助這個社群的東西 那現在還是在做初步 因為大家看到我這個是 一個圓弧的線 然後其實來講說 我到時候要想一個辦法 把它整個塞進去 那看下面 因為我現在就是一個人 在hack這個東西 所以進度比較慢 所以這邊只是給大家 一個inspiration 看這些的科技的能力 怎麼樣去幫助我們的社群 因為我們社群有很多很多 很大的工作量 就是要靠這種一點一滴的科技 去幫大家去推行這些事情 那我的簡短分享到這邊 謝謝 好 那所以其實今天 我們的黑客松 整個活動的話 就到這邊 喔 真的嗎 在哪裡 這個 哇 舞掌送上台 來來來來 趕快來 對 都可以稍微講一下 這樣好像有點不太公平 要把它重設為五分鐘 還是把它加回到八分鐘 好了 這樣而已 好 你要用你的嗎 那你要用我的筆電嗎 那你也用我的筆電嗎 这有本 这个不是的 这个不是的 这个是最老款的那种 这个可以吗 好好好 我们那个 OKOKOK 我们已经OK了 然后的话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 历经了四个小时 然后在各位大神的带领下 为一个白痴努力而 构建了一个 热山埃斯青年的一个 一个网站的首页 然后的话 很不好意思就是我没有截图了 就是在这个网站还是 还是一片垃圾的情况下 我忘了截图 我很高兴的一直在那儿 一直构建这个东西 然后就忘了截图 然后 然后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因为这个网站做到现在 上课 上课讲的东西 我们 我都用到 首先就是 其实 这个就是 我们其实 除了用了 Hand 讲的那些构建网的部件以外 其实 第一步还是我们 他头 就是在讲的那个网站设计 你应该如何去 规划自己的网站的构架 其实Hand 当时我去找他的时候 他第一个时候 你自己拿笔记本 自己把东西构建出来 然后自己做一个草图 你自然而然就清晰了 然后 我按照他的说 按照他的东西一步一步的来 就是我们还是先把一个 就是一个常规的网站的构建 其实就包括他的logo 他的那个 页首的logo 他的一个一个标题 然后包括他中间的一些选单 然后下面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叫什么 我把它称为广告栏吧 这个广告栏 然后广告栏下面的话 你就要自己选择 你广告栏下面会用什么方式 让我选择的就是 下面很直白的把我们的介绍 直接啪上去 然后包括他的文字介绍 和他的视频介绍 直接啪上去 也不管其他的了 这样最简 其实这样是最简单 我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然后当这个首页构建出来之后 我们就回到 回到后台去 一个一个的一个的来 首先还是 最开始还是选择一个主题 然后选择一个免费的主题 来了一个 去使用它 然后 虽然看起来不太像 其实跟所有主题不太像 是因为我在派人他们的指导下 挨个挨个的把所有以前的 他的主题上的所有图片 我都全部做了一些更换 我需要把每个步骤都讲出来吗 时间应该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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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 一句话讲就是 课上讲的东西 共笔上应该都有 然后 回去按照共笔上一步一步来 我觉得应该就差不多了 虽然 虽然我其实 不太看得懂 共笔上讲的一些东西 就是了 然后 我觉得还是蛮关键的就是 可能需要的是 把逻辑理清楚 就是我个人 比较欠缺这一块 就是逻辑不太清晰 就是老子是乱的 所以说 后面那个 我不是了解 后面那个 穿红颜色衣服的那个 那个 两轮还兵尾 那个面名 请问你的名字是什么 就是 他指出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 其实除了四个小时 我们的构训这个网站 我们还扯了其他很多的闲篇 就是 所以说 其实这个网站构起来 其实没有那么困难 其实我觉得 如果大家认真做的话 做到这个程度 可能就一两个小时吧 我感觉 就会做起来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我补充一下 他目前的网站 已经上线到网页上面了 所以大家 大家连结Headfolder 他的超连结 就可以进去他的网站 那我们是用 Tab 他提供的免费 免费虚拟主机 大家有空的话 也可以申请一下 把你们的 目前有的 网页内容 上传上去 然后他就可以 上线 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主机的话 他只提供 5G的空间 那只能储存30天 那就代表这30天 可以让你demo 那你要注意他30天之后 就会把档案删除掉 那也可以当做一个线上版的测试 就是我们在课堂有讲到有提到一个外挂 是 All-in-one WP Migration 那这边的话就可以先 在30天 就是时间快到了 记得把你们的网站备份出去 然后你们的设定 设定值跟外挂 那些布景主题 都会被汇出出去 就帮你做一个备份 那之后找到一个新的虚拟主机 就可以把你们的 现有的 现有的资料 汇进到你们的新的虚拟主机里面 就是备份很重要 对 它的网站就是从Local 备份到这个 线上的虚拟主机里面 那其实上次Ulio提到说 这边的网址要输入正确 就是这边要有Local的网域 然后这边的话要取代为 你们新的虚拟主机的网域 就这一个字串要记得输入 然后输入完之后再汇出 汇出到你的本机 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就大家可以尝试看看 用这个 这一个提供的虚拟主机 它叫TAB 那大家如果有开启Head folder的话 也可以直接 连到它的网站 看一下目前的设定 那这边有用到的其实就是 这边有用到的其实都是课堂上讲的 包含夜首跟Menu 那比较不一样的话 它这边的Banner有用到Elementor的 轮波的特效 好 那其实这个小工具也是在Elementor的下面的工具 可以做拖拉使用这个功能 这是课堂上没有说 但是可以自己尝试看看 那它用的布景主题跟课堂的不太一样 就是它一开始要做的时候 我就请它找一个 有没有它接近样式的布景主题去套用 就是我们可以先从布景主题去 选取自己想要的样式 去做修改 好 那看你还有什么心得 要分享给大家 其实没什么心得 因为我觉得这四个小时 我其实是在各位老师 各位朋友的带领下 我算是 虽然是用我的电脑来做 虽然做的是我的东西 但是其实 我感觉现在 我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搞懂 还没搞清楚 可能以后还要多多的再试一试 其实这东西多尝试就好 真的是多尝试就好 还有就是Elementor这个东西 Elementor这个东西真的很强大 说实话 做页面编辑的时候非常强大 然后在 还有Apple Apple给我们 给我推荐了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那个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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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格式其实并不好看 因为你选择那个图片 其实不见得和你那个字体的字形相匹配 所以你要需要修改 然后Heddy跟我说 修改叫CSS 然后我听到我说 我连CSS是什么的我都不知道 然后Apple就帮我安装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插件 一个Site Orange CSS 它可以 其实它很简单 完全完全Windows化的操作 直接选定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改大小 直接改大小 然后 直接改完大小 这你只要勾选完了之后 把这个储存到CSS 然后你回来 OK 就全部就改好了 就非常感谢我提供了一个 超级超级便利的东西 没有没有没有 我现在还是网页设计白痴 谢谢大家替我啰嗦了这么久 谢谢 谢谢